金星是个非常有二心的人 小朋友在这么高的阳台上爬栏杆 就是很危险 金星在楼上也不能及时下去制止 所以只能先发个微博 让家长任务一下 最后金星说 我去管个闲事了 估计是下去把孩子抓上来了 金星是个非常有二心的人 小朋友在这么高的阳台上爬栏杆 就是很危险 金星在楼上也不能及时下去制止 所以只能先发个微博 让家长任务一下 最后金星说 我去管个闲事了 估计是下去把孩子抓上来了 信心的网友发现 金星拍摄照片的视角 是在上海最繁华的地点 外摊 所以网友猜测金星的豪宅 是不是就在外摊的和平坊店附近 这里的房价可不便宜 甚至有钱都买得到 网友们三三名人 金姐家的地点 学位黄浦三派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居住是不现实的 最有可能的是在这里谈义务或者酒店住宿 因为想在这个地点买房不太可能 结果 看到他的上一条微博 是他们在和平饭店举行年会的照片 所以金星的助长 并不在黄浦相叛 虽然金星不在外面住 但是他的豪宅也是一般人不敢想的 之前鲤鱼去他的豪宅采访过 就能够听一句话 鲤鱼就说了句 Oh my god 光明鲤鱼交出如此感叛 看来是相当豪华的 虽说金星的房子不在外摊 但是在紧张办便也不够让人羡慕了